词曲 李宗盛 黑眼探光明 逆向寻真理 欢迎来到飞与网络培训 我是任鸟飞 第28节对战 那这首课呢 我们来讲解一下对战 首先我们看一下 之前我们说 OD中具有这四个 最主要的区域 代码段 数据段 寄存器 窗口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 这个对战的窗口 对战的窗口呢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来详细的学习一下它 其实在这对战窗口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只有一个地址跟内容 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啊 在右面其实是相当于注释的啊 跟我们的数据段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对战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对战的一个定义啊 对战其实它的本质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它实际情况下就是一块内存而已 它是什么数据段 它是数据段中比较特殊的一段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数据段 但是呢 它是在数据段中相对来说 比较特殊的这一段内存啊 那对战呢 其实它像一个杯子一样 那我们如果说是数据段呢 它就是比较开阔的这么一段内存啊 我们可以在任意的位置进行读进行写 对吧 但是这一块比较特殊的这一块数据段呢 它不是不太一样 它像一个杯子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试管 我们可以往这个杯子里放东西 对吧 但是你放东西或者是取东西的时候 一定是怎么样 从这个杯子的顶端去放吧 因为它下面是不开口的 所以说呢 对战的也是一样的 你要放东西 只能从堆战的顶端往里放东西 那就会导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 就是你先放进去的东西会被压在下面 那么你朝外取东西的时候 必然会导致它的过程是相反的 先放进的东西肯定是最后才能拿出来 而你后放进去的东西 是不是最先就可以取出来了 我们先对对战有一个这样的理解 那对战呢 它实际情况下是一种数据项按照这个 这种顺序排列的一种数据结构了 那只能在站顶对数据进行插入删除 也就是放进去跟拿出来 那放进去跟拿出来通过两个汇编指令 分别是PUSS跟POP 这些科我们来对这两个指令 也会进行一个学习啊 那其他的位置 我们是不可以这个增加跟删除数据的 其他的位置 你可能只能去改变它 来看一下堆战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动画效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往这个堆战里面 加入一个数据 你当现在是PUSS PUSS呢 就是往这个堆战里面加入一个数据 一个数据压到这个杯子里面了 对吧 它是从顶端放进去的 我们注意下面是不开口的 从上面压进来的 PUSS进来一个数据 它是这样下来 再PUSS一个数据 这数据二压在上面了 对吧 我们再PUSS一个数据 数据三压在数据二上面了 它就是这样的方式 把这个数据压到对战中来 那初对战的时候呢 它也是一样的 出的时候 它也只能从口出啊 不能从下面出 当然我这个动画效果是比较简单一点 它是直接掉 实际情况下是应该什么 从口出来的 大家理解成这样就可以了 从口出来的 那二也是 那我再次往下掉 实际情况下 你应该是给它理解 从上给拿走 但是呢 结果是一样的 它都是从上面开始拿 对吧 然后呢 再拿掉 这是我们的堆战的一个这个进出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只能从顶端开始往上面去放啊 顶端去放 那在这里面大家可能说这哪个什么地方是顶端呢 我们现在可以先不管 你知道这个堆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习题 我们通过这个习题呢 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储存的一个过程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面学习了两个简单的汇编指令 Push跟Pull 那Push我们刚才说了 Push呢 它后面会跟一个操作数 Push1 比如说Push1呢 我们就是往堆战里面 也就是往这个杯子里面放入一个1 对吧 放入一个1 那我们跟着它的一个命令去走啊 第一句Push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往这个战里面放入几啊 放入一个1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Push2 Push2呢 我们就要在它的上面再放一个2 对吧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顺序啊 不是这样1234这样排列的 而是什么 我们先只Push1 那么1就被压在这个杯子的最下面了 然后呢 我们再Push2 2在1的什么 上面 再Push3 3在2的上面 对吧 再Push4啊 跟着我们的这个汇编指令的代码走 Push4 Push这个指令其实非常简单 对吧 就是把后面的这个超数数 这个数值 它可以是数值 可以是寄存器 把它压到这个在里面 那寄存器你比如说压一个Push 比如说Push1 Ex 那实际情况下呢 它就相当于把1 Ex这个里面的值压进来 比如说1 Ex等于9 那你就相当于在上面压一个9 啊 是这样的 在这里面学习了第一个汇编指令啊 Push 那经过这4句Push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堆栈里面应该是这个Push4 3 2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这样的一个代码过程 然后呢 我们再看它会进行什么 PoP PoP 这个句指令什么意思呢 这句指令其实就跟Push是一个相反的指令 就是说它会从站里面取一个数据出来 取出来的数据 比如取了个4 那把这个4给谁啊 就给后面的这个超值数 就相当于把这个4给了什么 Ex Ex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其实站里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PoP Ex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要从站里面取一个值给Ex PoP就是取的意思 对吧 从站里面出站的意思 给了Ex 那从哪开始取啊 我们说了 你想取东西的时候 对站就要从最上方开始取的 那我们肯定要从4开始取 那么这个结果就会什么 Eax 等于4 我们这道题目的 问题就是计算器分别等一几 对吧 那我们PoP Ex Ex 就等于4 PoP Ex Ex 等一几啊 Ex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把4取掉了 对站里中已经不存在这个4这个值了 它现在最上端然是谁啊 是3 那么Ex Ex 就等于3 同时呢 我们继续下面的操作啊 Ebx PoPoEbx Ebx等一几啊 等于2 Ebx等一几呢 最后了一个1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PoPoPo这两个命令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啊 大家只要搞清楚 对站中压的顺序跟取的顺序就可以了 我们就搞清楚哈 我们就搞清楚对站中是怎么样子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代码段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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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对吧 看到了很多很多啊 那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搞清这个关系呢 堆栓它是怎样的一个存储的 我们就搞清了 但是我们说这只是堆栓的最基本的一个结构 它是可以从这个顶端进行压入跟弹出的 压入跟弹出的 但是我们说想要修改呢 它是可以随意修改的 比如说在这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它有这三个值 对吧 比如说123 下面是123 对吧 我们想取出这个1 是需要先把3个2取出来的 但是你想要把这个1的值改变 而不取出来 把这个1改成100 那你是可以直接修改的 直接修改的 但是你不可以去直接取出来 就好像在我们的这个OD里面一样 你想要把这个1H取出来 你需要把上面的这些值全取出来 才能取出来它 对吧 但是你想修改 右键直接修改 比如说一般改成10了 对吧 改成10了 这也是可以直接修改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了解 当然我们说学习堆栈呢 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呢 是它的两个计算器 一个ESP和一个EBP 我们在这里面来看一下 ESP跟EBP分别 是什么作用 这里面我们说 ESP呢 它代表暂顶指针 什么叫做暂顶指针呢 暂顶指针 比如说我们现在 压入一个数值 那它的暂顶指针 就相当于此时 我们杯子的水的刻度 或者说装物体的一个刻度 这现在暂顶指针呢 ESP就指向这个位置 我们再压入一个数据 ESP就来到这个位置了 它永远是相当于 指向了这个水平面 水平面 暂顶 暂顶 暂顶指针 我们压多少数据 它就指向什么位置 而上面这个空的这一块 上面空的这一块 是没有的 那我们再来上 我们真正的对战中 过来看一眼 比如说我们现在 随便来到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想要游戏 断下 对吧 我们可以 因为如果你不断下的时候 你现在 比如说你现在看对战 它中的这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只有在你程序 执行断下的时候 我们才能看里面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随便来到一个位置 康尔加记大家可以输入 输入圣的 圣的 我通过呢 它来进行一个 让我们游戏能够断下的一个效果 大家就用这个口袋洗油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 就需要让它帮我们随便的断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下一个断点 然后呢 让游戏断下 我们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呢 就断下了 断下了就好 断下了以后呢 其实你在对战中可以看 你说现在此时什么是站顶呢 站顶其实非常简单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啊 ESP等于什么 ESP等于什么 什么就是站顶 2db1fab0 其实就是这个位置 2db1fab0 这就是站顶 那大家说 这上面还有数据 它怎么就是站顶了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从这个站顶往下的数据 它是 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 看到没有 黑色的呢 代表就跟我们这个PPT中是一样的 下面是有 是有这个物体的 或者是杯子里面是有水的 而上面这些灰色的是空气 你可以把它当成垃圾数据 当成空气 它是实际情况下是不存在的 但是内存嘛 你即使不存在 它这个地方 它里面 它也是什么 这个地址还是在这 就跟杯子一样 即使你上面没有用到 它这个杯 杯壁 这个杯子的空间 它也是存在的 内存也是一样 你虽然没有用到这一块 但是这块空间还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空气是透明的 但是内存中 你不用的这一块呢 其实它还是会存放的这些垃圾数据的 那相当于你杯子 到了二两酒 你喝掉之后 并不能代表这个杯子里什么也没有了 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残留的 这个挂杯子的这些 残余的酒 对吧 它这些东西呢 垃圾数据就跟那个是一样的道理 它是空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可以看到 这是什么 真正的一个 暂定 比如说此时我们的对战是一个非常长的 试管 从这个往下呢 是有这个液体的 而上面是空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对比 这就是暂定 而且暂定呢 它是实时发生变化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 发生任何的变化 我们的这个ESP永远只向这个暂定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两步操作 比如说你先 现在此时我们走 大家今天还可以学习另外的一个简单的OD的命令 叫F8 你可以点F8之后呢 F7跟F8都可以 你可以点它之后呢 进行一个单步的调试 又跟我们在这个VS中单步调试一样的 点F8它会往下面走一条代码 F7也可以 但F7跟F8呢 它是有区别的 F7预见Core的时候 它会进入 F8呢 它会直接把它执行完毕 这里面具体 是什么是Core 什么是直不执行完毕 后面我们再说 在这里先有一个了解 F7跟F8都可以单步的走 唯一区别是预见Core的时候 F7是进去 F8呢 是直接走下来 这里面先不用去管太多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啊 我们的ESP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它现在刻度是 RDB1FAB0 AB0啊 它的刻度是 当我们 GF8的时候 它会把一个 一个EPP的值 压到这里面来 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刻度是比较奇怪的 我们正常的水的刻度 应该是越往上刻度是越大 对吧 但是它的对战的刻度是比较奇怪的 越往上面应该是 它是是越小的 看到没有 它刻度跟我们正常杯子的刻度是反的啊 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看AAC AB0 对吧 如果说我们现在往里面压一个东西 水平面就应该往上涨 就应该到这个AAC了 我们看是不是啊 DF8 看我们现在黑色的这个水平面到哪了 AAC了 而ESP也变成什么 AAC了 比如说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 我们的ESP 这个东西啊 它永远是指向这个站顶的 无论你对战发生怎样的变化 因为我们往里面压东西 拿东西 取东西 拿东西 或者是放东西 它都会发生变化 但这个ESP 它会非常非常的敬业 它会一直的来保持指向这个站顶的 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ESP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里面所有的寄存器 八个通用寄存器 这些寄存器 你可能修改都没有问题 但是ESP 你如果修改